能源转型是减碳的关键 环保署已经在推动 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法 行政院也组成了工作小组 亚洲绿能发展中心在台湾 我们的这个目标 势在地形 政府一定会全力以赴 总统的宣誓 替绿能相关产业插上翅膀 但经济成长率提高 用电需求量变大 绿能的成长速度 却永远追不上需求的缺口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这个就是定价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真的要普遍而造成的 就是一个全面性的转型 那这个是需要市场的力量 台湾在绿能转型的过程中 面临许多挑战 国际大厂卧序进驻台湾 看重的是台湾 迈向世界封场的潜力 但风率运用需要大面积开发 台湾海上的封电场址 碰到了生态敏感区 环平足足省了六次才过关 所以我们可能在 新建封场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采取最新式的水下基础 对于海洋的影响会比较小 甚至在这个打桩的时候 我们也采取各种减造的措施 让对于这个海洋生物的影响 也能够降到最低 在丹麦 风力发电创造政府 气垫与农民的三营 热天经验证明 垃圾也能创造能源 而且没有空污问题 为了闷上零碳牌 瑞典在过渡期强制关掉核子反应炉 导致电价涨了四成 2030年国际间喊出了零碳目标 台湾要跟得上关键在产业转型 利用这个时间点推它一把 创造出更多的需求出来 那对于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 再生能源的导路 或甚至于它的一个成长 那绝对是倍速的成长 因为不再是只有政府单位 它在努力从供给端改变 成为绿能的一个建制 它会变成是很多的需求端 它通通跳出来去导路 这个就是再生能源的选项 绿电可行否 政府 器业 绿能业者各有盘算 不过长远来看 能源转型之路如果能成功 不仅能确保台湾的能源自主 还能够免除火力发电 带来的空呼与碳排 实现真正的绿色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